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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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妙笔生花 可以帮我画剧头中国 您的笔也是白胡子老爷爷送的吗 有情提示 画动物时一定要少画一笔 我想要三顿粮食 可以画吗 自觉 画也觉 改天 来给我化妆 朱先生可真是单轻妙手 跨界丁杰盛大开步 著名戏主家朱连登到此一嗨 朱先生还挺潮 朱大师也太酷了吧 就能把古学演奏得这般生动迷人 表演的真是太棒了 好 太好 天使如听鲜月耳赞明 看看还有什么 所以拿手还得是唱戏 今晚有演出 摇人了 朱老板终于唱戏了 赶快去看看 朱连分大师终于演戏了 今日大戏一三季 一年365天 三年是1095天 总算等到朱老板的戏了 上次看朱老板的戏 我还是单身汉 现在来和佳人一起看了 难怪朱老板的戏这么强爽 这饥饿营销让他搞得明明白白 朱老板 我还是不想看朱老板的戏了 朱老板 我是一直给您朋友圈点赞的小十一 关注您这么久 可算见到本人了 小朋友 谢谢你的支持 朱老板 朱老板 名多彩多艺 唱枪和针目绝 真是令人佩服 艺术是相通的 我要的是琴棋说话样样精通 这样唱练作打自然水到渠成 大师果然是大师 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你我有缘 这把折扇赠予你 希望你好好享受生活 永远热爱艺术 好的 向您学习 朱连芬 铜光十三角之一 黎原第一鲲蛋 学艺刻骨 聪明绝顶 悟性甚高 在鲲取示威之时 其难得一见之好戏 如梳妆至己 游园精梦 火桌三郎等 令人大宝耳眼之福 为之倾倒 闲暇之余 精条管弦丝竹 由爱书法丹青 实为骨气内涵 超凡脱俗